俄罗斯总统新的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 俄方认为有必要与巴以冲突各方保持接触 针对美军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一事 佩斯科夫强调美方举动将进一步加剧 地区紧张局势 俄外交部于26号证实哈马斯代表团到访莫斯科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方在会谈期间与哈马斯代表团讨论了释放人质 以及从加沙地带撤离俄公民等问题 此外针对美国空袭叙利亚境内 关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目标一事 佩斯科夫27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美方的这一举动将进一步加剧 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这非常糟糕 佩斯科夫否认俄方在现阶段 卷入中东地区冲突的可能性